一颗手雷突然飞进美军战壕 吓得士兵赶紧握倒 但等了半天也没听见爆炸声 士兵捡起手雷一看 发现居然是一颗雪球 于是便将雪球又扔了回去 但下一秒就有无数颗雪球砸了过来 美军士兵立马反击 就这样双方在战场中央 你来我往扔起了雪球 最终德军打赢了这场雪仗 并且快速离开了战场 只留下了一个披着军装的雪人 士兵小心翼翼走向前查看 发现对方留下了一张地图 上面用铅笔标记了一个地点 队长思考了一个晚上 最终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 这支德军小队并不想打仗 所以才会用雪球袭击他们 德军肯定是想约在这个地点投降 这个猜测让队长的脑海里 冒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找这支德军演绎出戏 他们假装战败被德军抓活 然后让队友迈克及时出现 俘虏这支德军小队救下他们 这样迈克就能成为战斗英雄 为了显得更加真实 他们决定瞒着迈克进行这个计划 第二天美军队长带着一名士兵 来到了地图上标记的地点 可队长猜测的一样 德军早就在这里等候 由于双方语言不通 德军用手势告诉美军士兵 他们是一支七人小队 刚从列宁格勒的前线撤回来 和苏军长时间的拉锯战 让他们厌倦了战争 不想沦为政治家的炮灰 于是产生了投降的想法 但因为美军队长是一名犹太人 他们不愿意向犹太人投降 美军只好重新约了一个时间 带着军官过来接受投降 队长回到营地之后 故意让迈克出去战岗 然后将这个计划告诉了其他队友 大家都纷纷表示同意 还投票选出了一名高大的金发士兵 冒充军官去和德军和谈 第二天 美军再次来到相约的地点 带头的德军急切地告诉美军 他们想要尽快投降 最好是在今天之前 因为德军的大部队即将抵达这里 于是双方一拍集合 决定下午就打一场假仗 回去之后 队长用无线电箱上级汇报 他们发现了一支德军小队 并且准备在下午四点 向德军发起攻击 随后队长安排迈克看守营地 两个小时之后过去帮忙清理战场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队长带着其他士兵 来到了和德军约定的地点 双方商量好放两轮空枪 然后德军就假装战败投降 对接完细节之后 演习正式开始 德军在木屋面前站成一排 在双方队长的指挥下 将枪口对准了天空 很快他们就打完了第一轮子弹 但就在装填弹药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一名德军被突然击毙 原来是迈克听见枪声打来 不知情的他立马开枪 连续击毙了两名德军 队长想上前阻止迈克 却被愤怒的德军一枪击毙 战斗一触即发 原本约定好的演习 变成了激烈的听杀 但因为德军是一群新兵 缺乏战斗经验 美军又占据了有力的地势 很快就将德军全部击毙 一名士兵赶紧过去查看队长情况 队长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临死之前他告诉士兵 不要将真相告诉迈克 一定要让他成为战斗英雄 战斗结束之后 迈克因此获得了一等功勋章 并且被上级调回了后方 而队长之所以选择他 是因为迈克在几天之前失去了儿子 只有拿到一等功勋章 才能退役返乡 而队长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因此失去生命 但战争就是这样荒谬无情